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受邀出許 財訓50週年的慶祝茶會 首先我要祝福我們財訓全體 50歲生日快樂 同時也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衷心感謝財訓50年來 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財訓是讀者的精神食糧 也是社會的知識保庫 更是連結廣大的社會大眾 以及財經社會的重要橋樑 50年來我們可以看到 在千千萬萬篇的報導當中 除了可以看到財訓的專業 我們更可以感受到財訓 對社會的公益 以及對人文的關懷 更難得的是 立足台灣 著眼全球 這種前瞻的視野 就像是一盞明燈一樣 指引了台灣繼續前進 所以今天50週年的茶會裡面 我們說財訓50 影響100 那我也祝福 未來財訓能夠有更好的未來 更寬闊的未來 更繁榮豐富的未來 今天得獎者 也是台灣經濟產業社會發展 非常有貢獻的人 除了是影響力 也有具體的貢獻 第一個是產業的開創者 在台灣經濟轉型 產業進步的時候 注入重要的力量 另外一個是一個世代的傳承者 尤其是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當中 要能夠守成 而且要能夠創新 讓企業能夠深深不息 蓬勃發展 這絕對不是容易的 另外一類是新創者 在新的社會 新的未來 需要年輕的力量 持續不斷的給予播種 對這些播種未來的新創者 其實我們也應該給予肯定 他們勢必也會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產生重大的影響 不管是哪一類 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不管是怎麼樣的形式擴獎 我都代表國家 衷心感謝你們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台灣真的人口不多 土地更小 但是我們的經濟實力 產業的力量 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這個都是大家 一代又一代 佔第一線共同打下的基礎 我們只要團結 我們只要對台灣有信心 我們持續打拼 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更好 就天使來講 30年前 地緣政治變化 對台灣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但今天地緣政治再次變動 民主的台灣 站在關鍵的地位 新的產業鏈重組的時候 台灣一定佔有一席之地 第二個天使是 全面智慧化世代已經來臨了 台灣剛好 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們在科技產業的傑出表現 世界的繁榮發展需要台灣 台灣要看重自己 台灣也要看見自己的責任 世界的繁榮發展 台灣絕對可以貢獻自己的力量 就地利而言 台灣是民主國家 在極權主義的第一線 國際社會特別重視 特別是在全球供應鏈裡面 我們扮演著枢紐的地位 大家也都知道 半導體的重要性 ICT產業的重要性 甚至於隱形冠軍的重要性 在全球的產業當中 不管哪一個領域 其實我們都扮演了關鍵的地位 就任何方面 大家都是身經百戰 大家都有力量 而且政府也一定是跟大家站在一起 拚經濟 是過去蔡英文總統最優先的政策 也是我接任新政府之後最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在最後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迎接新時代的未來 為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人民 也為了新的世界共同打拼 祝大家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